在左岸的洗手间碰到顾桥梅的事 比她听起林安心提起池建国更加的恶心 池恩恩回到位置时已经没有什么胃口了 一排牛排就没有吃几口 看起来魂不守舍的 林安心把她的神色变化尽收眼底 犹豫着要不要把自己知道的事情跟她说一声 恩恩,那个,你最近没有和丽少吵架吧 没啊,怎么了 提起立北决,池恩恩总算是从餐盘里抬起头来了 林安心面对她清澈的目光更就说不出了 皱了一下眉,歇气似地说 没什么,我这不是刚回国吗,好奇问问 她在国外亲眼看到关于丽少和那个财阀千金的报道 但是池恩恩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丽少是想要家里红旗布倒,外面采气飘飘 还是打算把池恩恩当成情人养起来呢 丽少对你好吗 她还是忍不住地又问了一句 池恩恩觉得她今天的表现好奇怪呀 安心,你究竟想要跟我说什么 池景晨关键时刻还是要帮自己的爸爸说话的 小脸一扬 隔壁老王对我很好 对我家女人也不错 就是有时候脾气比较坏 人还是一个好人的 林安心被她的隔壁老王的称呼给惊到了 隔壁老王? 宝贝,你平时都是这么叫丽少的? 没有,我平时不叫的 她这么一打岔 林安心的神色轻松了不少 丽少能这么宠着池宝贝 对池恩恩应该是不差 这么看来 那个绯闻还是要暂时不告诉池恩恩的好 免得她在中间横插一手 反倒引起了不必要的误会 安心,你是不是听说了什么呢? 林安心已经想好了不说了 马上顺口打哈哈 没有啊,我就是八卦一下嘛 她的身体往前一倾 抓住池恩恩的手 对了,恩恩 你让丽少帮我一个忙吧 让她管管那个变态的男人 什么变态男人啊? 林安心咬牙切齿地吐槽 除了丝尘,还有谁能算是变态 她简直就是有病 我都跟她分手了 她还一天到晚的死缠烂的 利用全是压迫我赔税 池恩恩傻眼了 你和丝少在一起过? 她怎么完全都不知道啊 安心和丝尘? 一个活泼活泼的女明星 一个花花大少的贵公子 池恩恩真是想象不到 他们两个在一起 是什么效果 那热闹程度 应该不亚于火星撞上地球吧 睡过 林安心一脸便秘 那个时候年轻不懂事 看那似长得人模狗样的 舔着脸跑来勾搭我 我一时没扛住 资本主义的诱惑 沦陷了 后面发生了一点事情 让我彻底地看清楚了 资本主义的丑我嘴脸 所以 坚决地跟她分手了 呀的 分手的时候还一口一个 让我以后不要骚扰她 让我别后悔 我没后悔也没有骚扰她 她呀的反倒跑过来骚扰我 林安心气得快要笑了 你见过这么不要脸的男人吗 把我身边的经纪人 司机 甚至是公司宣传部的小王 都给收买了 这不是很好吗 说明她对你很用心呢 用心个屁 林安心忍不住地爆粗了 宣传部的小王 我身边的经纪人全是女的 她呀的 用美男机收买人家 你能想象一下 她一面跟我身边的女人 按送丘波 一面用死皮赖脸地缠着我 我快被她整疯了 赤恩恩大概了解了 司宣的性格 默默地给她拒了一把同情类 万万没有想到 林安心更同情她 我听说力少的控制欲更强 你怎么受得了 没有被逼疯的 丽北角到底是霸道的有多出名 连安心都知道她占有欲强了 赤恩恩窘了 还好吧 林安心是明显地不相信她的话 全身脱力一样地趴在了桌上 有气无力地说 恩恩恩 反正我是受不了了 你帮我跟丽少说说 让她管管她的朋友吧 其实我 我觉得司少人也不错呀 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 不考虑 我是真的不想和她智商关系了 她家里也不会接受我这种女明星 我呢 也没有兴趣当阔太太 正好 趁着大家现在感情还没有那么深 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林安心顿了顿 延伸一按 而且 我抓到过她和别的女人在一起过两次 赤恩恩惊了一跳 你知道当初我和秦文昊是怎样分手的 我和秦文昊那么多年的感情 我抓到一次就不要了 何况和她 我这个人忍受不了朝三暮四 朝情暮处的男人 赤恩恩认真地看了一下她的神色 明白了 我找个时间帮你跟丽北角说一声 不过 这毕竟是你们的私事 丽北角和丝少是朋友 不是上下级 这种事情 她说了也未必管用 你还是要和丝少说清楚才行啊 我只差没有掐着她的脖子告诉她 老娘跟她分手了 她非要不要脸地缠着我 我能怎么办 林安心提起这个就来气 想到一个月前 医院的检查结果她就更来气了 她的神色郁闷 反正她要是再这么缠着我的话 大不了我不混娱乐圈了 这年头谁还没有点骨气了 老娘卖一不卖身 吃恩恩额头上划过了三条黑线 说得那么好听 这么多年了 她还不了解林安心 要说她家吃宝贝是小财迷 那林安心绝对是大财迷 娱乐圈那么能赚钱 她愿意退出才怪呢 估计 司辰也是看准了林安心这一点 才会利用娱乐圈的人脉 缠上去的 看来 这一对注定是欢喜冤家了 一顿饭下来 她全在听林安心抱怨四尘多烦人 足足听了两个小时 吃宝贝都快睡着了 林安心接了一个电话 才意犹未尽地先走了 吃恩恩背着昏昏欲睡的吃宝贝 出了左岸的门 门口 霍毅居然还在等他们 见她出来 忙帮她把背上的吃景尘抱下来 放进了车里 在吃恩恩快拉车门进去的时候 突然跟她说 吃小姐 我刚得到一个消息 不知道该不该说 什么消息 顾桥梅在家里割腕自杀了 吃恩恩呆了一下 下意识地看向她 你说什么 顾桥梅怎么会 顾桥梅在家里割腕自杀了 医生刚抢救过来 现在正转到了重症监护室 吃小姐要去看看吗 霍毅神色凝重 顾桥梅怎么会割腕 我刚才还在左岸看到她 吃恩恩不肯相信 霍毅给了她一个肯定的答案 应该是从左岸回去就割得腕 我刚才说 请看